耶穌的可信性 好了 錄音鐘 其實在基督教裏面 耶穌的可信性在於祂行神蹟 祂行了很多神蹟歧視 不過其實我們沒有見到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其實都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們以一個平常人的心態來先衡量 就是一個對比 那你就可能看到耶穌這個人有什麼特別 給一般人有什麼特別厲害的地方 就是我們先不要當祂 哎 祂打他又不痛的 踢他又知道你預先遲到會扶生的了 就是你不要用這樣的想法去想 而是說 好像平常人那樣 例如祂行過很多神蹟在三年半裏面 這三年半全部都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城鄉行神蹟的 因為祂說祂作為基督或者作為先知 祂所做的工作全部就是在這些城鄉裏面 祂不去別處做事的 其實祂是有一個重要的一個佈置和設計在裡面的 首先我們看一個重要的神蹟 這個神蹟就是我們可以從內部的考量裡面 我們看一下祂究竟是不是 就是究竟有多真 就是拉薩奧復活的神蹟 拉薩奧病了的時候 祂姐姐就帶祂去找人去找耶穌 因為耶穌很出名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總之祂去了哪裡 一定有人通風報信的 一定會找到的 找到之後就說 你所愛的人病了 耶穌穿登就停了一兩天 這個故事記在約翰福音裡面 穿登停了兩天 差不多時間了 祂才再走路去拉薩奧的家 但是那時候拉薩奧已經死了 祂已經死了足足有四天 從耶路撒冷 因為他們是猶太人 從耶路撒冷下來的 是祭司長那邊的人 就下來幫祂打包 派他們 幫祂打包 不知道猶太人死了多少天 要打包 跟著埋葬下去 搞定所有的東西 跟著又要 不知要傷心多少天 本身呢 你知道耶穌和耶路撒冷的人 其實是不對的 因為耶穌做很多的事情 他做 這個影響 他做很多的事情 在耶路撒冷的首領 就是猶太教 或者是法利賽人的首領 他們全部都不是很喜歡耶穌的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耶穌去到村外的時候 也都已經有人告訴馬達馬里亞 耶穌來了 他在村外 他們立刻就飄去 跟著耶穌就說 不用怕 你的兄弟死了多少天 撞到哪裡 就詢問他們 關心他們 但是呢 他們其實呢 都沒有等主耶穌說些什麼 他就立刻說 哎呀主啊 我知道 他現在都臭了 你不用去找他 我知道你關心我們就可以了 但是呢 其實他就說 不信耶穌 你早點來就好了 埋怨耶穌 然後耶穌知道他埋怨他之後 他就說 復活在我 生命也都在我 那就很清楚地告訴你 但是呢 馬達馬里亞對耶穌呢 他們不是不認識的 因為他們是耶穌的知交 很有利的屬於 他們就說 哎呀我知道啊 復活那天 他必定要和其他人一起復活嘛 我知道啊 其實就是不信耶穌 所以耶穌呢 在那段 《新日聖經》裡面 最短一句 就說耶穌哭了 其實就是被馬達馬里亞激吞的 激到 覺得很傷心 因為呢 其實如果他們 大家的感情不好呢 其實你不會為 那個 在街上無緣無故 有人罵你一句 你不會傷心的 你最多激氣的 激心的 但是 他為什麼激到耶穌哭 就是因為 他們明明是最清楚 他們有見過他很多的成績 和能力 但是 現在 叫死人復活 他都叫過了 以前 現在就是說 他都說了給他聽 不用擔心啊 復活在我嘛 但是他都 他姐姐都說給他聽 是啊 將來他會復活了 我知道啊 這個沒有問題 沒有懷疑啊 他就說他激傷耶穌 好了 那麼 最後來耶穌也是堅持要去到墓墓 那 於是乎呢 也都找了一些人 一起 和他一起去 那些人呢 其實就是幫拉薩洛打包的 那麼呢 那 這一刻呢 當耶穌去到墓墓的時候 叫那些人搬開東西 跟著呢 就要拉薩洛出 那樣 拉薩洛就是彈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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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出來 第一他們對耶穌不是很印象的了 那但是 他們真是幫這個拉薩洛打包的嘛 那麼他們親手把他錢啊 塗些什麼藥膏啊 來抹他啊 可能被他擊傷啊 被他擊傷都不行 他們真是有這樣的實際上的操作的經驗 所以他們很肯定拉薩洛真的死了 那麼 所以那一刻就是這麼震撼 當耶穌叫到拉薩洛出來的時候 那麼耶穌為什麼也都要遲來呢 就是因為要等他們 和拉薩洛一家人經過那個埋葬的過程 所以呢 那個 當拉薩洛一出來的時候 那個震撼力是非常大的 但是你不要以為震撼力大了 大了 當中有一些人呢 就說給 走回去說給這個 掌老啊 那些猶太人那些宗教領袖聽的 他不知道用什麼魔法呢 就把拉薩洛弄了 所以 內中有些不信他的 但是也有些人呢 就真的 說這樣也不信 所以 後來就有說話就說 如果基督來的時候 他所行的成績 會不會被這個人都大啊 但是 只剩下這個人呢 那麼厲害 都 所以 因為他們有親身的經驗 所以 變成了 當中 也都有很多人 是信了耶穌的 那這個是個內政來的 聖經的內政來的 那另外呢 耶穌呢 耶穌呢 也都在伊治坦子的那個故事裡面呢 那些人都圍著他 經常說著聽他講道啦 然後呢 進不去呢 有個有病的朋友 他們唯有插了屋頂 找了四條繩呢 就吊了一個床 連那個病人 在那個屋的中間 那麼耶穌呢 其實耶穌就特地說一句的 他說 小子 你的罪射了 才叫他好回來 才叫他反起來 那些人跟著就說 說你要不要這樣啊 你醫病就醫病啊 你不用講到自己 因為 社罪的權力 在猶太人心目中 只有神有的 那麼耶穌就特地加這句 他不是為了要擊他 是為了要告訴其他的猶太人 他是從神來的 他有社罪的權力 所以呢 因此這件事 其實這兩件事 耶穌不用特地擊他 但是呢 問題就是說 他為了要洩露他的身份 他必須要講出 我先卸了你的罪 然後才叫你好 那你以後不要再犯罪了 這兩件事呢 其實內政很強烈的 但是呢 耶穌做事呢 也都有一個很可愛的手法 他無論做了什麼突擊之後 他說 年輕人 你不要說出去 我治好你 你走 你走 我又治好你 你爬他啊 你的豬裙裡面很多鬼啊 我趕了到山崖啊 那個人就健康了 總之你不用說了 我的時候沒有到 所以你不用說出去 但是呢 耶穌說這句說話呢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句說話 因為 在他整個佈置裡面 是一個非常關鍵的 他說我的時候沒有到 所以你不用說出去的了 那意思是怎樣呢 就是意思就是 所有的世上的領袖呢 尤其是回教啦 那麼他就先知 莫荷默德呢 就是你誰不聽他說 你誰不聽他說 他就 就是他可能行運醫生醫病尾 剛好做到一兩件成績 他當然是拿著一兩件成績 就收買手下 跟著就 誰不聽聽的 那就殺了他 跟著呢 就越來越多人就上來打了 所有世界上 所有的領袖呢 都是這樣做的 都是在西上的時候 或者他真的剛好 行運醫生醫病尾 拉薩路那些真是被死的 突然他就彈得起身 這個好時機來的嘛 你要不就叫那些人真理 把那個隊伍搞大他 把那個勢力搞大他 但是呢 耶穌呢 他就很特別 他就說不要說出去 為什麼呢 如果他說出去呢 他就是得身邊那些人 來到去跟隨他 之後呢大家呢 就一定是鬥爭的 但是呢 不說出去 結果相差多遠呢 你就知道耶穌的人的報處 是多麼厲害 其實呢 當耶穌死了之後 耶穌什麼時候死 我們不知道 我們聽人講的 我們實際不太清楚 但是當他死了之後呢 第一個過節的時候 在外地 地中海沿岸城市 有上萬計的人 這些上萬計全部都是分支家庭 來的 他們來到呢 就是來到耶穌做過很多神職奇事 在三年半裡面做過所有神職奇事 五餅二儀啊 朱爾茲 變水為酒啊 這些 來到這裡 這些位置耶穌撒岸城就是分支家庭的族長 你知道啊 比如我們搬屋都是 越來越遠的嘛 所以呢 他們這些人呢 來到耶穌山過節的時候呢 他們過節過很久了 就會上去探望這個宿伯兄弟啊 這個父老啊 跟著一起上去 跟著一起上去的時候呢 三年呢 每一年呢 他的宿伯兄弟都說 今年耶穌變成了 什麼 在那個不是大慈之中 醫了一個人啊 隔壁村呢 那個什麼 古人呢 就在井水旁邊 打井的 又被耶穌講中了他 全世人的經驗 並且之後他還會改變 這個又說 三年半 跟著最重要的事是什麼呢 最重要的就是 當那幫人 上到耶穌山 聚責的時候 聖經就講 聖靈就講 聖靈就講 我們稍為不要理這麼多 神分不其他的事 就是從一個普通人講 當彼得講 耶穌這個呢 本來是神所選立的 就是耶穌基督而已 誰不知 你們就直接無理之人 就將他殺了 那些人呢 當時的人 立刻扎心 心口頂住 你想一下 如果 那些人是 第一次聽耶穌講的 不會有一個人 不會有一個人覺得摘心 他們之所以覺得摘心 就是因為他們不是第一次聽到耶穌這個人的辭職 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他們一聽到耶穌 連阿伯父都講的 哇 每年都厲害很多 但是 竟然現在死了 哇 心裏面是幾個不舒服 幾個不暢快 但是這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因為耶穌會走一個神跡的時候 就說 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所以你們不要講出去 好了 到這個時候 講出去的時候 其實就是 他們一直在上路 已經在講耶穌的故事 就是靠 那些宿伯兄弟 在耶路撒冷看著耶穌行神跡 三年半裡面 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在那裡受著考驗 就是這個情況之下 能夠將那個耶穌基督那個 那樣的神跡 其實都講了出來 所以當時 北伐很多見證 那時候那些人就講 除了他們聽見彼得說 哎呀 你們真是不對啊 殺了這個神所怕臉才知道 那周圍很多 都是 我五頂二餘我都有吃飽的 我都有睡的 隔壁那個人就說 我沒有啊 不過我聽隔壁那村 我的親戚朋友說 他都是這樣說的 所以呢 那個見證就很強力 在一晚之間 有上幾千人不救 兩晚過萬人 他在幾晚裡面 那個人數上到幾萬人 你想一下 如果每一個城市派五十名 或者二十人 五十人 地中海沿岸是幾百個城市 即時啊 就是產生了基督教 當這一幫人一回去的時候 在耶穌撒冷的所有的人 是沒有辦法阻止的 所以基督教是一夜之間 噴聲地去到幾百個城市 他不和這個無可問 基督教的誕生是在猶太教當中出來的 所以當時他一旦誕生了之後 那些基督徒呢 最新的基督徒全部是猶太教人 他們仍然在猶太教的會員裡面做會員 所以呢 你就看見耶穌就是恩著他 好像斯拉斯多達一樣 一摘就好 我的時候沒有到 接著到一夜之間 就將所有的大部分的猶太教徒 轉變成為基督徒 所以你就看到呢 如果耶穌當時他所行的神跡 不夠真實 不是真實的話 在耶路撒過職的人 不會為他做見證 所以你就看到呢 這個耶穌基督呢 他編排那個部署 是超過他的死亡的時間 所以他也不貪心 他不會在世界上 他在做事的時候 就是在做神職的時候 他就超兵賣賣 他也不和這些人鬥 所以你想一下 他為什麼可以做到 為什麼有一個人 有一個領袖 就是這麼厲害的領袖 有這麼幸運的領袖 會將他的計劃 偏排死了之後 由他的門徒去修割 而不是他在生的修割 所以這裡呢 我們就看到耶穌基督 他的人呢 他只是一個部署上面 但是也都看到他的高尖元素 他超過死亡的時間 再加上呢 那幫人呢 在耶路撒冷一夜之間信主 那個廣泛的影響力呢 也都證明了耶穌之前 總體行過這麼多的神職 全部都是很真實 才會有人為他責心 也都才會責心之餘呢 他的真職朋友 也都會在當時為他做見證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很強而有力的方法 去證明耶穌所行過的神職 是真實的 也都經得起猶太人的考驗 所以呢 為什麼我們 譬如我們作為基督徒 我們夠信心 知道我們所信的 你就會覺得有信心 有把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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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